狼医性侵当庭讥讽 女大生含恨跳楼王 一名长相甜美的29岁女大生 前年出面指控 她的前任男友 曾以一名陈以生出过唱片的 36岁牙医陈景峰 趁她吃暗面药昏睡时 用按摩棒硬插她尿道助性 造成按摩棒断掉 半截卡在她膀胱内 插点血尿丧命 去年一审 法官医趁机性交等罪 判陈景峰三年六个月 她不服提出上诉 高院上周二开庭时 她进当庭出言讥讽 被害女子大受刺激 昨天竟从就读的学校大楼 十楼阳台跳楼轻声 详绍御允 女子前年向苹果控诉 遭男方暴力性侵 双方在BBS发文互控 男方甚至详述两人性爱经过 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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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受伤 因为这是我的思绪 她为什么可以这么嚣张的 把我信心疾人的过程 完全头写出来 高院上周二开庭 安排被害女子坐在指认室 隔着单面镜坐镇 陈景峰却当庭激讽 我要谢谢她 让我找到真爱 还剩下可爱宝宝 让被害女子听了大受刺激 羞愤难当 事后以电邮向律师 及苹果记者表达对陈景峰的气氛 并透露寻死念头 苹果记者多次致电安慰她 并转请她身旁同学多加留意 但她昨天下午 仍在校园内跳楼自杀身亡 校方表示 得知女学生曾撞墙 并有寻死念头 辅导师和教官师都曾加以辅导过 不料还是发生不幸 对此 陈景峰昨天聚访 她在北市中校东路开设的 牙医诊所护士则表示 陈医师已透过PTT 得知被害人身亡 但没任何反应 此事应与她无关 动新闻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